近年不上發展 做得有聲有色的梁敬輝 除了自拍影視作品之外 還加入了直播帶貨的行列 做出好成績 不僅如此 他還投資多個副業 撈到風山水起 近日他在網上 貼出多張自稱家的自拍照 看上來住的地方很大 設計很時尚 馬上被不少網友 誤以為是在香港的豪宅 原來那個地方 是廣州的酒店式公寓 據知月租約300元人民幣左右 而見到他 在公寓裡 擺放多款自己的心手號 似乎租了那裡一段時間